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 当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 中国将向历史 向人民 向世界 交出一份怎样答卷 春节 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 也是最能带动社会消费的节日之一 然而2020年的春节 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而改变 流动的中国一度因疫情按下了暂停键 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经济一季度的增速 呈现断崖式下跌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 病毒不仅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 也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严重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0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 陷入严重衰退 世界银行预测 2020年全球人均收入将下降3.6% 8800万至1.15亿人将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 危机的阴云笼罩全球 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中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一道家事体 中国还会不会兑现当初的承诺 能不能实现原定的目标 在疫情最吃劲的时刻 一场重要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 向广大脱贫攻坚战线的同志们 致以诚挚的问候 这是疫情发生后 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专题部署工作的会议 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最大规模的会议 面对人们的疑虑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答斩钉截铁 他在会上说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 必须如期实现 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保持战略定力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脱贫攻坚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和标志性指标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 下了最大决心和力度推动的一件大事 2020年 他11次出京考察 密切关注疫情之下的脱贫攻坚战 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榨水县 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 田地稀少 产业匮乏 被穷困逼到了墙角的榨水人 墨尔成为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2020年初突发的疫情 让农产品传统销售系统遭受巨大冲击 产品严重滞销 可爱的大哥 先生们 你们好 我是金米村的一个墨尔征治户 依托脱贫攻坚以来 在农村公路 网络 电力 物流 电商等方面 打下的坚实基础 农产品销售有了新同胆 2020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水县金米村 考察脱贫攻坚情况 现在这个村子里都搞电商服务 这个算是搞得比较好的 电商在农副产品的吹销方面 是非常重要 总书记在金米村直播平台前的 点赞视频《蜂蜜全网》 当天超过两千万人涌入直播间 24吨木耳被抢购一空 总书记被网友称为最强带货员 你们好 你们这里的木耳很聪明啊 也靠这个木耳啊 我们脱贫之父 小木耳大产业 由于严格的管控措施 阻断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 但是呢 也带来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应运而生 中国的这种数字化转型 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展 党中原也是及时推进经济的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金米村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村庄的缩影 通过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产业 精心选择产业项目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引领下 农村产品产量品质稳定 销路和价格也有了保障 为巩固脱贫防止反贫 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提供了有力支持 疫情没能阻挡住中国人脱贫攻坚的脚步 而是打开了化危危机的新路径 2020年前三季度 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2万亿元 同比增长7.8%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中国针对新情况新特点 大力发展消费扶贫 产业扶贫 打通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今年全面完成线型指标的复评 我是有信心的 我更关心的就是 今年以后是不是能够稳定下来 是不是有一个长效的机制 就看这些基本的措施 是不是稳定的持续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 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 以人为本 把贫困群众和全国各族人民 一起迈向小康社会 一起过上好日子 作为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山小水小人欢乐 摆脱贫困是中国人的世代梦想 圆梦之年 总书记为乡亲们谋划更长远的未来 推动脱贫攻坚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脱贫全面小康 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上 我们都是携手并进 这个一件五千年的中号文明 也体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 制作的运行 今天贵州省宣布最后九个贫困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 省内所有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 至此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贸 2020年11月23日 贵州省宣布最后九个贫困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 至此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贸 这也标志着经过八年持续奋斗 在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 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提前十年实现减贫领域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百年大变局叠加疫情大流行的双重考验下 中国取得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 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对世界减贫贷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我们愿意同各国一道 合理建设远离贫困 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 国家的课程中文化 大贏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终点 而是走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 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 随着我国开启新征程 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总书记强调 要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 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第一 脱贫的这个长效机制 第二个 就放在和脱贫长效机制 同样重要地位的 加大力度培育中共的中等之路阶层 这个对于给老百姓提供高品质的生活 给两个大循环提供能够循环得起来的 消费能力 消费水平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非常非常重要 实际上我们是拿出这个 十八大以来 党中要下的均正符配的军心和力度 来做扶持壮大中等之路阶层的 这件事情呢 做这个工作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2020年恰是一个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时间节点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决定性成就之际 如何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大局中 怎样给十四亿中国人 带来确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2020年被时代周刊 称为最糟糕的一年 2020年12月底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8000万例 从10万到8000万 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 除了疫情在全球无可阻挡的蔓延 国际社会的矛盾 对立愈发凸显 共识共鸣受到抑制 美国多次封杀中国企业及机构 并针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 一时间山雨欲来 然而彩虹和风雨共生 机遇和挑战并存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 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 都从来不放弃 不退缩 不止步 2020年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 十四五时期 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 进入新发展阶段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 进入新发展阶段 中国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如何发展 2020年三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东部经济大省浙江考察时 就指出 要准确实变 科学硬变 主动求变 善于从眼前的危机 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 危机来了 灾难来了 不同类型的群体啊 企业方面不同行业 都会受到影响 我这次来做调研 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采取更针对性的一些政策措施 并且能够尽快地恢复到一个好的状态 而且还可以有新的发展 估计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百年不易的大变局 但是我们一方面 我们要动用我们的力量 克服危机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这个危机里面 看到我们的机会 如果没有领导力 这种机会就随时就跑掉了 要领导力 我们已经能抓住这个机会 在危机中遇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疫情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在思考着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2020年4月 他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 首次提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你要依靠外部需求来拉动这么大一个庞大体量的经济体 你拉不动了 你越来越拉动 所以我们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这个就会大大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 使得经济发展和安全发展 能够更好地统筹 更加注重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 我看了一些产品 看了你们生产线 非但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且创造了汽车生产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是必须鼓励的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把握机遇 化威为机 特别是去创立发展新的模式 新的业态 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 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 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的发展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判断 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衰退 外部需求大幅萎缩 全球生产体系停摆 供应链中断 外部势力的打压变本加厉 面对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在简单重复过去的模式 而应该努力重塑 而应该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 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 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 特别是卡脖子问题 加快技术攻关 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从自力更生的道理 就是自主创新的自力更生 领会党共央这样一个战略的意义 在这样的一个大战略中 找好选准自己的定位 为我们国家的富强 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 做出我们各自贡献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变本加厉 党中央也及时决策 就是推动科技的自力自强 倒逼了我们科技界下决心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所以中国今年还是发生了 科技突破的一些标志性事件 这个就是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了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今天通过国家验收 正式开放 长征5号摇四运载火箭 成功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 送入预定轨道 开启火星陶闪耀 折目八方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开启 我国奋斗者号全海参载人潜水器 顺利下潜至地球海洋 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 使我国实现了量子计算研究的 国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关键装置 实现首次放弃 长御5号返回器 携带月球样品 在内蒙古四字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从2020年春天开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展开了一场 事关民族复兴前途命运的战略谋划 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 为新时代新征程 破画蓝图 7月到9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6场开门问测座团会 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济于民相结合 是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最鲜明的特点 这是我国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 2020年10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10月29日下午 全会正式表决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十四五规划建议 既提出了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 也破坏了今后十五年的发展前景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成为十四五规划建议的鲜明主线 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党中央制定的第一个 包含十五年远景目标的中长期规划 标注了极不平凡的历史方位 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大局出发 落实新发展理念 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 现行开放政策 在五中全会后 首个主场国际盛会 第三届进博会上 习近平向全世界 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这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而是更加开放的 国内国际双循环 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 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罗斯文 这个来自新西兰的小伙子 操着流利的普通话 正在忙着向线上的各地客商 介绍着家乡的特产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 世界经济迈入寒丘 中国进博会 却热度不减 逆风飞扬 据统计 本届进博会 累计意向成交 726.2亿美元 比上届增长了2.1% 中国中共总公开 研究不是使用的 中国可以认较 日本国际党的管理 人们的方式 而是中国必须 中国必须 但我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中国必须实际上的问题 虽然无法估认 一天 中国必须实际上 中国必须实际上的 其他方式 为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不追求一只诎秀 不搞你输我赢 也不会关人 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中国不仅为本国经济发展 开辟空间 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增添动力 我国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 已经由负转正 成为了世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的客户 一至十一月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2% 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514亿元 同比增长5.2% 今年前十一个月 我国外贸建筑货总值29.04万亿元 同比增长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9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22.1% 疫情终将过去 山川风雾依然 在这个共抗疫情 共促复苏的特殊年份 如何放眼长远 谋划千秋大计 如何保持定力 推动可持续发展 我们将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怎样的人类家园 2005年8月15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在湖州市安极县渔村考察时 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20年3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赴浙江考察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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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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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些干农活的 这都是还是咱们一些老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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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十五年 总书记重访安极县渔村 这个两山理念发源地 时间如梭啊 过得真快 当年的情况我一笔在目 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啊 证明我们这条路子啊 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才应该坚定的认识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不能以啊 破坏生态为代价 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 你保护生态 生态也会回馈你 2020年习近平在11次出经考察中 几乎每一次都会关注生态保护的主题 总书记说 这次疫情防控使我们更加深切的认识到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4月 习近平赴陕西考察 第一站就是登秦岭看生态 总书记说 抓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 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人们从总书记这一句话中更深刻地读懂了 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局中的分量 2020年7月在吉林考察时 总书记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 确实把黑土地保护好 利用好 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要保护好黑土地 这是耕地里边的大熊猫 对 这儿是这个黄金玉米袋 也是大豆之香 一定要裁决措施 那你们现在接个团队覆盖 摸索着这种离术模式啊 值得深入的总结 然后向更大的面积去推广 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2020年习近平在十一次出京考察中 六次关注母亲河 从山西太原的坟河岸边 到黄河宁夏无中段 从安徽马鞍山长江岸线 到长江江苏南通段 总书记深情眺望母亲河 要求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透过总书记考察母亲河的密集行程 人们读懂了另一层深意 长江黄河奥河奥河奥河 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 您可以看到这些小家伙的声音最大 声音同量 爷爷好 爷爷好 小朋友们 我们要把生态文明搞好 生态文明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 关系少儿一代的健康成长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不仅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息息相关 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 2020年习近平先后出席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气候雄心峰会的多场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 系统阐述绿色发展的中国主张 庄严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彰显了大国责任 中国历来 众信守诺 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做出更大贡献 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 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 13五规划刚要确定的生态环境领域 九项约束性指标 我国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投资 中国提前实现了2015年提出的碳排放强度 下降40%到45%的目标 超越国家 民族 文化 意识形态的界限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地球家园 这是中国担当 也是中国道义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即将开启 征途慢慢 唯有奋斗 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棘 走过了万水千山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 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历史总是会记取关键之年的关键抉择 历史也总是会看清 抉择背后的初心俗戏 回望2020年 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中国勇于开顶峰船 从容应对惊涛骇浪 党中央权威 人民至上 制度优势 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 科技自立自强 是我们成功的中国密码 中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 世界瞩目 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2021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引领中国号巨轮向着新的航程 乘风破浪 坚毅前行 我们一起分进节礼 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 耕耘土地 我们自信 我们前行 看中华儿女走向心动天地 我们一起分进节礼 reci mujeres sed seres 让我们一起分进节礼 Cancer, give up music sizes 我们一起分进节礼 我们一起分进阅 优雷 Squaresgan tickets 先明日 finde timelin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